得否公寓时间从事补习班批改作文的工作 好,你仔细看这1月18 所以有很多原本是不行的 它都再度放宽哦 像这个从事补习班的批改 在一开始的规定里面是不行 好,你仔细看 在10月26号 他们自己的一个电子邮件 内部的规则是说 以功夫法15条的规定 避免兼职影响公务的推动 不能影响到工作 好,那它就禁止呢 给予合适的限制 不是全面禁止公务员来兼职 但是公务员兼职的种类很多 然后各个机关的业务也不太一样 所以到底要怎样去认定 不影响它来天的正值 然后又不影响到跟公司有关的利益 所以它必须要去依照它的业务性质 兼职的类型 工作的情形 时间的长短跟频率来做认定 才可以符合功夫法15条第二项的 但书非经常性持续性的工作 在这一个的规定的详细说明说 你不能用它形式上的次数或天数来做 该一而论 所以他们认为 如果说你在下班时间 你去帮忙补习班改作文 如果要给他建议 文体结构 修持语法 提供修改的文字等等 这是属于教学 如果说是给予零分等次 这个几分 这就不是教学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之前是说是不行的 他现在把它变成说 交由全责机关来认定 再来我们来看 从事保险业务 好 这边有一个核心的原则 就是他兼职统一办法里面讲到 领证的职业是不能做的 从事寄养家庭的事务 是公务员 事务 是功夫法 事务条第二项 社会公益 所以没有问题 得否于法定时间之外做长照 多人会遇到 我们来看一下 长照怎么样 它是领证职业 所以呢 原则上不行 如果你要做 就是要全责机关 要同意备查 好 那如果我假日的时候玩无人机 无人机也要领证啊 那我是不是领证职业 他这边有写 不是领证职业 跟你有有驾照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非属功夫法 15条第二项的领证职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等于我某一个程度上 我是可以在下班时间 当人家职业发展的咨询师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其实就是这边他讲到 这个东西没有专属的管理法规 虽然没有办法去判定 他是领证职业 等于就是语法无据 他不能限制你 这个真的是有点怪对不对 好 你再看这个国民体育法 所定的体育专业人员 也不是领证职业的范畴 救护技术员 就是救护车的 也不是领证职业的范畴 好 接下来我们点这个比较 我们比较会遇到的问题 是我可不可以做Fu Panda 之前的规定是不行 也就是说你偶尔去做一次可以 但你每个礼拜六都去做就不行 你每天下班都去做就不行 但他现在有改哦 来看一下 好 你看他也不是领证职业 他现在变成是说 公务员兼任了外送平台的工作 虽然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 他不能兼任 如果他做了这个工作 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 只要被查就可以做外送员 你如果是去做裁判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之前网路上在讲说 可不可以当求贫 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你这个就不是领证职业 然后你如果是COVID-19 你做防疫 它是社会公益性质 可以 好 你看也可以当你 全国技术士的技能 剪定的监评 因为他不是长期的嘛 不是每天都在考试嘛 那他可不可以 每天都写文章 定期发表在报纸上 写专栏 可不可以呢 原则上是不行的 它是持续信性 所以是不行 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 你看他这个也有更新哦 其实是已经确定 是可以当管理委员的 他也有把它更新出来 然后这边也有 如果说你有这个奖励土地所有权办理重化 这个就都更的 都更的发起人 可不可以做 他是说没有问题 可以做 再来我要讲最关键的东西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做YouTube 能不能做YouTube呢 你看最新的解释 最重要的解释在 公务员单纯于YouTube 分享自身的经验 心得 上传自行录制的影片 而获取相关报酬 获取相关报酬 那就是广告费啦 坦位涉及业配 见证代言 就是你不能接业配 没有违反15条第二项 也就是你可以做频道赚广告费 但但但 如果你做的是教学 那就不行啦 什么是教学 像我这种频道就是教学 就不行 虽然他讲应经权责机关主管同意 但其实就是不行啊 你就是要同意嘛 但如果没有钱 你做教学的频道 没有钱都没有收入 这个广告费也收不到 当然啦 你不能影响到公司的相关的规定啊 机密保护啊 个人资料保护啊 当然都不能违反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你再看第二个 如果你在赖啊 自己画贴图去卖 这不就盈利行为吗 我如果一个月卖1000份 但是你看啊 他规定说可以 是可以的 当然你不能画那个梗图来 污蔑你的这个公家机关啊 上司啊 某些政治人物等等 是可以的哦 所以你是可以画贴图 自己在赖上面贩售的 这个是没有违反公务员兼职的问题 明明就有收钱哦 然后广告费是明明有赚钱哦 所以这一次最大的突破应该是大家对于能不能做YouTube这一件事情 特别有一个明确的公布说是可以 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有很大疑惑 我可以理解他说如果你赚了广告费 一个月多个5000一万 也没有影响到公务机关 让你做YouTube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YouTube 他每个月的广告费可以收到10万的时候 那你连续部怎么管理这件事 其实我对于这件事还是觉得有疑惑的 这一次呢 全续部呢 算是对于整个兼职的放宽认定呢 让我们有一些更明朗化的一个感觉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再上去看一看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